不过就算民众咬了牙 终于买了间房 想要来个旧换新 难度也是很高的 我们那里来看到最新的调查 在台北市有三个区域 单品的价差都破30万元 甚至有的是直逼50万元的 但买房还是有刚性需求的 因为房众业者就告诉我们 最近预约看房的人蛮多的 而且多了三成之多 光是接下来这个228廉价 一天只要待看四组客人 看十二间房 深似木头搭配大理石营造 低调奢华风格 拆掉客厅书房隔间 空间感更加宽阔 处处看得到屋主巧思 不过为了给老婆小孩更大空间 屋主决定卖旧屋买新屋 不过现在要换屋可没那么容易 因为北市各个行政区的 平均房价价差很大 前三名分别是 大安区松山区以及信玉区 单品的价差分别在 31.1万元以及49.5万元 看看这三个地方是北市淡黄中淡黄 一方面因为土地资源少 加上推案数有限 才会出现惊人价差 至于预算有限又有换屋需求的人 可以把目光转往内湖区 万华区 新旧屋平均房价价差较小 才3.8万元 基本上我觉得大安区就有这个条件 对啊它就是一个淡黄区 所以我觉得它是有那个价值性的 探讨是对后续增值的空间 台北市精华区的话 那我就也不是很确定 可是价差一定 因为像我们在永和 可能买起来都很辛苦了 那这边的话就 应该蛮夸张的 不过买房依旧有刚性需求 房仲业者透露 不管是新城屋或是中古屋 看房人数都成长三成 短短半个月就卖出10间房子 尤其接下来迎来228廉价 预估买器还会再成长 因为一个人大概都 三到四组跑不掉 之前没那么多 之前大概顶多一天一两组 会慢慢看慢慢观望这样子 三到四组说 有时候都不一定可以吃中餐 一组客户可能会看两三间以上 不一定只看一间 所以如果你四组的话 一个人看三间就大概12间房子 接下来上半年房市重头戏 三二九档期即将登场 光北台湾推案量就上看2000亿元 上半年房市风向球依旧没有熄火 东产新闻 柯华明宁浩宇台北报导 燃烧热血棒球魂 棒球经典赛看东森